至於還有哪些相關的颱風新聞 以下是我們做的整理報導 這樣子一待會好幾天 我們都不要感受 憤怒的民眾 圍在台鐵花蓮站長楊順安身邊 控訴著為什麼沒有車可以坐 又怕說有人搶通 然後恢復正常行程 然後又下來了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花蓮重德河仁 泥石貪方 有人已經被困兩天 昨天困了一天 今天第二天就對了 颱風帶來的風雨還沒有停 台鐵花東路線所有幹線已經停市 只有部分區間車正常運行 畫面中可以看到九曲洞口 遭到泥水瀑布沖刷後滿目瘡疑 台八線也因為0403地震邊波鬆動 有攤方危險全線封路 那我們決定今天呢 那整個台八線 從官員到泰國這個路段呢 我們一樣實施預警性封路 颱風山土兒來勢洶洶 台東花蓮受到衝擊 又是封路又是停市 民眾找不到路可以回家 真的是有氣又無奈 工作人員在花蓮港進出口的航道上 架設橘紅色的藍油鎖 原來每次颱風過境 花蓮港區內都會出現 隨海潮飄進來的漂流木 由於漂流木在港內 很容易造成漁船 掌金船等各式船隻的損害 加上這次颱風輕台時間 拉得比較長 漁會擔心漂流木數量會暴增 因此才會預先採取防範措施 現在的話那也有趕快 然後把那個藍油繩 然後圍離在那個港口的 出海口這裡 那以免那個漂流木有沒有 會漂進來港裡面 然後減少那個 我們這些船長的一些損失 花蓮港的防災工作 持續進行中 除了架設藍油所防止漂流木外 在港內避風的漁船 也紛紛加固綁緊纜繩 避免颱風來襲 造成漁船的損害 路上颱風警報發布後 港區周邊沙灘暗季 也都拉起了警戒線 提醒民眾切勿散入 避免發生危險 山坨颱風來襲 花蓮縣府在9月30號 晚上9點多宣布停班課一天 而今天上午 花蓮市區處於有風無雨的狀況 不少店家還是選擇開店營業 花蓮市區知名的海產民店 過去每到用餐時間 店內人潮滿滿 10月1號這一天 仍然正常營業 受到颱風影響 原本訂桌數就不多 現在更是全部退光光 老闆表示 今天要消庫存 因此選擇營業 要有一些火鍋 要把它燒燒 這樣比較不怕算 所以 不怕風太說 影響到您生意嗎 沒有啦 風太跟明朗在這裡起來 就我看新聞在補 明朗在這裡起來 應該沒問題啦 新鮮的魚蝦貝類 擺滿整桌 還有剛現燙出爐的小卷 活體水族箱裡面 還有活龍蝦 鮮蚵 飲有盡有 就怕這些新鮮的海味 放到壞掉 店家趁著颱風還沒北上 消庫存 業者更是一早到市場 採買滿滿一整桌的蔬菜 還沒到中午時間 店內人員分工合作 準備食材 打掃衛生 迎接颱風天 到來的客人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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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